中国古代 欲言故事 唐壁挡车 有一次 齐庄公带着几十名隋从进山打猎 一路上 齐庄公兴致勃勃 与隋从们谈笑风生 驾车遇马 好不轻松愉快 忽然 前面不远的车道上有一个绿色的小东西 近前一看 原来是一只绿色的小昆虫 那小昆虫正奋力高举着它的两只前臂 怒气冲冲地挺直了身子 直逼马车轮子 一副要与车轮搏斗的架势 小小一只虫子竟然敢与庞大的车轮较量 那情景十分感人 这有趣的场面引起了齐庄公的注意 他问左右随从 这是什么虫子 左右随从回答说 大王 这是一只螳螂 齐庄公又问 这小虫子为何这般模样 左右随从回答说 大王 它要和我们的车子搏斗 它不想让我们过去呢 咦 真有趣 为什么会这样呢 齐庄公饶有兴趣地问左右随从 左右回答说 大王 螳螂这小虫子 只知前进不知后退 体小心大 自不量力 又轻敌 听了左右随从这番话 齐庄公反而被这小小螳螂打动 他感慨地说道 小小虫儿志气不小 他要是人的话 一定会成为最受天下人尊敬的勇士啊 说完 他吩咐车夫勒马回车 绕道而行 不要伤害螳螂 后来 齐国的将士们听说了这件事 都非常感动 从此 他们打起仗来更加奋不顾身 都愿以死来效忠其庄公 螳螂之勇只能说是女勇而已 所造成的损失往往是牺牲了性命都还不知道 然而 我们从另一方面来看 螳螂挡车之勇实在可赞可叹 这种置生死于不顾 敢于抗争的勇气 也应该对我们有所启发 这种置生死于不顾身